我家这两天卖最好的鲁肉饭 一共都卖了一两百碗 非常的好吃哦 台青陈伟在厦门热门景点增挫庵 打造了一家台味私人厨房 主推地道的台式菜肴 今年的五一假期 陈伟召集了一些正在创业的台青大学生 在自己的庭院里摆摊 大家拿出各自拿手菜式 台式小吃 台味饮品等应有尽有 一站式私厨 让市民游客可以集中体验各式美味 新模式一经推出 就吸引了不少人潮 营收业绩大幅提升 以往我都是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那今年我也是想着说 我们换个一个思维逻辑的方式 然后招更多的摊位 然后我们一起去 去把握住这个五一黄金周的 这个旅游人潮 今年的征挫庵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状态 我大概从每一天早上七点钟 然后忙到每一天的半夜一两点钟 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充实 我们业绩的增长大概就是比平时还要增长 大概有三倍左右 带来了一个地瓜球 地瓜球是在台湾的夜市是爆款的小吃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地也流行的一个鲤鸡肉串 我是把它的那个味道稍微做了台湾的口味 刚好这个节庆 阿伟就邀请我过来一同合作 我觉得很开心 陈伟会在菜肴中加入自己栽种的九层塔 他说九层塔有独特的芳香 是台式菜肴中爱用的香料 原汁原味的台式风味 俘获了众多游客的味蕾 台邦们都很热情 然后就说欢迎大家来 不用去台湾也可以吃到台湾菜 味道很不错 挺符合我的胃口的 今天给小朋友准备了这个台式卤肉饭 还有这个牛杂摊饭 这个牛杂摊饭是我第一次吃 感觉味道还不错 我们沙坡尾是厦门最早的港口 也是整个厦门海洋文化起源地 在厦门沙坡尾活泰展示馆里 一幅幅老照片 一样样老物件 眷刻着满满的厦门渔港记忆 今年五一假期 这里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展馆负责人台青王生豪说 展览馆假日不打样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 能够利用假期多多了解在地文化 王生豪还会绘制创意漫画 策划各式活动等 为了要保存我们当地 对老鱼港的一些历史记忆 一些乡愁文化 所以在下港街道的牵头下 打造了这个沙坡尾活泰展示馆 在五一期间 有游客来沙坡尾 我们展馆这边 每天的人流量也比平常 就翻了好几倍 王生豪2019年 从台北来到厦门工作 在沙坡尾办展馆的这四年来 他用心走遍沙坡尾的每个大街小巷 跟沙坡尾的居民 店家 宫庙 庙宫 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邻居 今年五一 为了帮邻居特色店铺 拉台人气 他还热心地帮忙 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 旺季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很多线上视频的宣传 趁这个机会 可以把我们有一些地方特色的一些产品 然后可以一起做推广 来为我们本地的商家宣传 尽可能地带来一些人流 来参观我们的沙坡尾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更推广我们厦门的海洋文化 以及我们沙坡尾的地方文化 感谢观看